我们跟Rafi谈谈那些电力股 因为内地的限电消息 其实传出了一段时间 除了对电力企业有影响之外 对整体经济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揣测 或者很多的分析 刚刚我们过去两天假期的时候 发改委就宣布了 那个燃煤发电的售价 就是要逐步开放限制 要按这个基准价 加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 去调整价格 以前交易价格的限制 最多只可以升一成 现在是扩大到两成 而高耗能企业的交易电费 就取消了加幅的限制 有这个激励供电的措施 还有看到总理李克强 去到广东视察了发电厂 其实你觉得这个消息 这个文件家总理到访 对电力股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第一眼看 其实感觉上是觉得 电力股可能都能够加价 供电 但是看到A股上市那些 譬如说国际的A股 其实政策公布之后 都跌了两天 是的 其实同意你说的 你眨眼看这个消息 好像觉得是对电力股好 即是说到有加价 正是正常的 是的 感觉就很好 即是你本身可能以往有个限制 一成一成半 这个上下限 现在可能两成 就算是阔了 自然感觉上 起码都觉得加了电价 加了电费 理论上应该对电力股好 但是可能或者说 为什么过去这两天 电力股都是 即是A股那边 都是要跌呢 我觉得一来 其实就 因为大家都要理解一下 虽然现在说 有个叫做 弹性多了 可能上下限 阔到两成 比以往 真的叫做 可能叫做半市场化来说 现在是灵活了的 你可以说 那个阶段是阔了的 但是也要了解到 一点就是 例如一成 去到两成 或者下限一成半 去到两成也好 究竟对电力股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盈利帮助 即是多了那一段 是否等于立即会赚很多钱 这个是另一个要想的地方 因为本身 其实以往 那个一成的上限 打算电力股是捱的 因为特别电力企业 因为反过来 就是电价 他们一直有这个限制 但是媒价就没有 媒价是挺市场化的 特别大家看到 动力媒价 升到夸张也是这样 所以以往 其实很多时 电力股都是要 亏钱去做的 就是每发一道电 都是亏钱去做的 因为你买煤就市场化 但是供电就是 半市场化 好听点就 但是现在没错 是阔了灵活度 但是 多了那一成 是否等于可以彌补到 煤价上升的成本压力 其实这个都未必完全 能够掩抵 所以其实对于电力股方面 你只可以说 叫做没有亏那么多 但是 是否等于可以 透过今次一个弹性处理 或者是市场化的举动 等于是赚了很多 其实又未主席 还有我想这一刻 虽然借着这一刻 近期说到 决电限电这个问题 而有这个市场化的调整 但是我想大方大家都会看着 真的整个缺电限电的问题 交了多久 是 因为如果你说正常来说 你没有缺电限电 而你的电价可以升 那长远当然是好 是 但是如果你说这一刻 虽然可以加多电价 但是如果你继续缺电限电 而实际上 只是能够做到部份供电 其实你拉出来 那个数据都未必真的赚多了 是 所以我想实际对于电力股 去到这些位置 始终过去这几个月又刚刚升得很夸张 是 就是你那时候炒业务的转型 是 那些传统电力股 多了一些新能源的概念 但是估值都拉升了上来的位置 所以我想短线来说 反而我觉得电力股 你说长线的看法还是OK的 就是我想特别 版面上现在看到头两只 836、2380 从它们在转型方向来说 以新能源占比算是最多 比较多 特别2380 如果以过去半年业绩 其实收入差不多四成是来自新能源 其实都可以说叫做半只新能源股 所以长远是继续炒业务转型 股值提升 或者是国策的双碳因素是OK的 但是短期来说 就着这一刻的缺点限电 就算有电价的一个弹性上的调整 我想对分点力股 都未必是直接一个利好 所以我想短线也维持近期 我想股价比较波动反复 就是短期要做炒作和买卖 是困难的 但是我想如果有货 特别低位又可以拿着它 但是如果未有上车的话 反而是趁每次调整的时候 分阶段买 比较中长线的部署会好一点 是的 也要留意着